很认真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哇 对方是一个萧球 对方是一个萧球 这场比赛应该会很胶着 哎呀 一个侧发球 哦 侧发球 拉起来 搓一板 哎 又拉 继续了 只是在对阵萧球手的情况下 应该是第一板拉 第二板错 第三板拉 第四板错 因为如果你一直拉的话 这个球 球只会越来越赚 而不会这个 全阵你拉球会越来越上台 只会越来越 选择越来越大 我们看这个球 哎呀 好球 来到了 这种 搓起来 漂亮 搓过去 拉起来 漂亮 好球 就是打 打这个萧球手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 就是拉一板 搓一板 然后继续拉一板 继续搓一板 可以完全地调动 萧球手站在原地 给你萧球的话 那么萧球手肯定是不会丢的 因为他 可以说是已经打了十多年的萧球 如果原地的 原地的萧球 肯定是不会丢的 但是如果你把点打开 一板拉一板搓 那么可能是会占据 这个比赛的胜利 好球 好球 又是一个场地 一本来的一比五 这个球支撞网了吗 反手 拉起来 所以把拉起来 反手 漂亮 黄晏蓝 加油 小九手把这个球 看 点的变化改变很多 发球 反手也都发球 漂亮 因为这种萧球运动员的进攻不是那么的有威胁性 所以如果是一个只会萧球的运动员的话 可能他的在比赛中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我们看一下之后的比赛再下一个 我看这两个球完全拉到越来越越来越正守卫 让对方没有办法回原 拉起来 拉起来 漂亮 漂亮 我看的这个冯亚兰对阵这个萧球运动员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他在打萧球的时候 第一板拉到你的正守卫 第二板直接回到你的反手卫 然后再回到你的正守卫 再回到你的反手卫 可以说把球完全掉开 那么现在比方来到3比8 翻上来的先 但是不到最后一个 哎呦好球 最后就发的公使者 就是他的私欲吧 冯亚兰 加油 翻上来 发球 拉起来 哎呦 搓一板 拉起来 再搓一板 哎呦 这个搓球 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搓球都可以向往 就可以看到这个球是有多转 所以如果正常选手去拉的话 肯定是拉不上的 所以只能选择搓球来 过渡一板 然后把旋转降低 然后在对方消过来的同时 这个旋转也会降低 有利于自己下一个球的进攻 以及拉球 拉起来 继续拉 漂亮 好球 拉起来 拉的重 反手 漂亮 一边来的5比9 拉起来 继续 漂亮 大尔兰在对阵这个 这一场对阵小球比赛中 把这个2点打得很开啊 这也是他能赢得这场比赛胜利的关键因素 8点打开 好球 一边来的未必是 黄亚兰在先 那么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现场 而且是今天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对的黄亚兰对阵 山心大土和华里队的 正式唱 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的第五场比赛 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三局两胜质 那么第一局比赛以11米7 马亚兰先下一筹 在之前的比赛分别是由 车小溪为山西大土和华里队 和华里工队拿下了这个2分 那么武汉安心百分百对也是拿下了2分 所以两方的差距现在是220平 那我们在之前就知道这个 武汉安心百分百对的主教练 这一次是奔着冠军去的 那么在这一次这局比赛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山心大土和华里队 也是给这个武汉安心百分百对 造成很大的这个阻碍 那这个球 拉起来 漂亮 比赛来的1比0 哎呦好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小球运动员 对自己的这个进攻方没有很大的就是要求 所以如果你身为一名校球选手 一直在防守以及一直在校球的话 可能在对阵具有很强的进攻欲望的选手来说 就会有很大的劣势 因为你没有办法取得 靠自己的进攻来取得一分 你只能靠着自己的校球来增加旋转 然后来让对方失误 但是让对方失误这一点来说 怎么说还是有点点的被动 因为一直是对方进攻 虽然进攻方承载着一个双面性 有可能会进攻得分 有可能会进攻失误失分 但是进攻得分以后 会对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气势 以及自身的打法会有着很大的改变 那么在失分以后也不气馁 因为下一个球我还可以照样的进攻 所以对于心态 那么这一名校球选手 可以看见心态 现在比方来到3比0 所以还有没有 可能会变得更多了 我们的这个打法会 Apoyvić 现在我们的打法会有很大比0 好的 然后我们的打法会有的 很大比4比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范阿兰选手在对阵这边小军运动员的时候 把两点打开以后就很轻松可以拿到比赛的胜利 我们现在比方来到0.5 这场比赛来自山西大土和华里队的运动员 正式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 所以说是已经将要输到几个小军运动员 这场比赛来自山西大土和华里队的运动员 正式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 所以说是已经将要输到几个小军运动员 这场比赛因为不光是自己打法的问题 他在比赛中一直处于劣势 没有办法追回自己的分数 那么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我们现在比方来到1比7 我们发现这个在邓时畅 在连续15好多球以后也是选择自己的进攻 看能不能拿进攻得分 把这种拧起来搓一板 继续 好的 现在比分来到1比9 那么这次比赛的胜利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方亚兰的胜利了 我们看到邓时畅的正式位 的确是有着一点的不足 那现在比分来到1比10 最后一球拿到了赛点 看一下正式位 抽起来反手拉起来 继续拉 再上步 反拉 好球 在最后一个球打出了一个反拉 好球 我们现在比分来到2比10 邓时畅发球 又是一个反手的发球 现在比分来到3比9 跳起来 拉起来 继续拉 漂亮 我看这个球 跳起来 然后一直自己处于进攻方 那么处于进攻方的选手肯定是很难输的 那么现在比分来到3比10 反手位 搓起来 搓到正式位 好球 好球 这个球 感觉有一点运气 邓时畅把这个球打上台 感觉还是有着很大的运气的 那么这个球发球 拧起来 拉起来 爆拉 好球 那么随着发尔兰的最后一个球 发尔兰获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毫无悬念 2比0 拿下了邓时畅 为武汉安心百分百队拿下来这局比赛上去 那么在今天2016年中华平凡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 在武汉安心百分百队对阵山西大组合华礼队 以武汉安心百分百队3比2 险胜山西大组合华礼队 那么在最后一场比赛中 发尔兰也是为我们展示了如何正确的打一名 消球移动员的一个打法 那么我们也是恭喜武汉安心百分百队 虽然这个刘时文在第四场比赛中输掉了一分 但是无伤大牙 最后还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但是期望刘时文在这一局比赛之后 可以回去以后多加练习一下反手的一个对攻 那么今天的赛程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